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名 虽然是一款上世纪70年代开始研制的尖轰机型 但经过现代化升级改造尖轰7A早已脱胎换骨 尖轰7A的新型综合航电火控系统让它能很好执行 对地对海攻击任务 必要时也可挂载空空导弹 航空飞标尖轰机组主要项目 是火箭弹和常规炸弹对地攻击 尖轰7A能取得第一名不容易 比赛中如果飞行员技术和心理不过关 一点失误都会让火箭弹与炸弹插之豪迷失之千里 因此 2018航空飞标比赛很好的检验出了尖轰7A战机技术性能和飞行员的训练水平 在俄罗斯梁赞州加级列沃机场我军技术人员正在对尖轰7A战机进行维护 这一组突击是尖轰7A战机 在比赛时俄罗斯记者所拍下了 它出色的表现令人是刮目相看 中文字幕维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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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杨茜茜